黄沙漫漫 敦煌千年 甜蜜肤彩 隐匿人间 穿过历史的迷雾 在数字时代的今天 探索遗迹 让文物活起来 用科技吹散了八百多年尘埃 展现一间斗市里的六万余件文物的真空 千年前的这本九章 道出多少昔日要赛的落意繁盛 十分被数字虚拟科技打破 这些历史都鲜活起来 我们可以感受敦煌华光 宠闻历史的盛化 也可以穿越古今 对话光阴 容嘉陵仙鸟为灵 会毕上丹青为意 大家好 我是敦煌仙子 加油 1900年 敦煌墨高窟第十六号窟涌到北壁后侧藏经洞里 六万多件记载着中国文明的古老文书 就在这里惊险 今天的科技让尘封千年的文化世界随之打开 这是全球首次在数字世界里利用数字扫描和三维重建 1比1毫米级高清还原吨黄藏经洞 洞外三层木构枯颜的空间信息全部完美复活 把精度放大到毫米级 砖石连接处最细微的颗粒尘埃都被一一保留 藏经洞正宗主人红遍高僧塑像 有超过一千万个三角面组成 塑像神情生动细腻 面部细微的褶皱清晰可见 底座的石木机里也得以还原 将历经千年时光淬炼的涌道 佛像 壁画逐以照亮 六万多件敦煌遗书活起来了 走进三地文物展城大厅 二十一件珍贵文物高清呈现 接下来 我们跟随这千年前的经文九章 化身为守护人 穿越唐 宋 清 对话真实的历史人物 参与藏经洞从洞窟开凿 封藏万卷 文物流散 到再次聚首的全历程 完成抄写经书 地帐制作 壁画绘制 拯救文物等过程 在这里 北宋前德二年的面貌被首次还原 活灵活现 生动盎然 我们漫步于此 来自墨高窟九层塔的风骨铜铃 已经活起来 琵琶 碧莉等鼓乐器也活起来了 当十传千年的敦煌鼓乐 再次奏向 我们已走完千年 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 我们与敦煌之间 不再有距离 这座全球首和运用流气科技 打造的投放体验 让文物和博物馆 都先火生动地 为我们带来高文元 高成绩的数字创新体验 千年文物 国家 数字创新更精彩 中国文化在全球中共享 中华文明永续不息